還有經濟部技術處處長 羅達昇 羅處長 中華電信行動工群分公司 總經理 陳明世 陳總經理 秦威國基 董事長 柯應鴻 柯總經理 洪基俊 游明峰 游總經理 中華電信行動工群組副總經理 邱麗夢 邱副總經理 劉華聚能科技董事長 關俊博 關董事長 以及新威汽車工業董事長 張以慈 張董事長 還有輝創電子總經理 江世豐 江總經理 以及副田電機總經理 張晶豐 張董經理 李泰國基董事長 李俊賢 李董事長 我們技嘉科技的副總經理 杜瑞琳 魯副總 光寶科技副總經理 王宗正 王副總 以及創意部設計事業執行總監 楊思仁 楊總監 華聖車工業董事長 張晶豐 張總監 林泰科技董事長 特助 詹嘉惠 特助 陳豪科技董事長 孫榮聰 孫董事長 以及我們菲鴻科技經理 沈柏江 沈經理 林業達署長 黃毕佑 王署長 聖貿電子董事長 特助 張成蓮 張特助 還有台灣世襲資深協理 王子安 王資深協理 我們菲鴻科技協理 王家園 王協理 我們菲鴻科技協理 王大眾電腦特助 林紹威 林特助 聖禮科技部理 劉環碩 劉助理 中心巴士董事長 呂其龍 呂董事長 我們菲鴻科技協理 許興和 許協理 ITX推動慢工事召集人 吳黃恩 吳召集人 以及我們電電工會的顧問 葉維玉 葉顧問 還有我們車聯網協會的秘書長 周宗保 周秘書長 聲量工會的資深高專 徐勝龍 徐高專 以及我們車安中心的執行長 周維朵 周執行長 經主中心的副處長 江進風 江副處長 還有我們車輛中心的董事長 黃龍舟 黃董事長 非常榮幸今天能夠與大家來與會 那麼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先讓大家再進行一下交流 那麼稍等部長到達之後 我們會馬上開始今天的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風景部長 風景城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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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城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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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騎士讓人ру dissoci 金城 金城 之後elijk用們匯unu露 такие菜式著賣給人幾 41種類型 都受怕很多種種類化 Silver tuve dann 就是對ron Pablo city城 金城 很棒 收牌 政治我投擾amente общ的 mob 것으로滅 tor 自駕新中的服務新里程 各位先生長官 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劉茲林 歡迎各位呢 精心力臨我們MIT自駕小型巴士的發表會 今天呢是非常隆重的一天 因為是我們MIT的這個自駕草吧 第一次的跟大家來亮相 那麼從過去到現在呢 其實呢在很多的法人跟產業的合作夥伴呢 都投入了相當大的心血 才能獻證我們今天MIT自駕小巴的誕生 而過去呢這麼多千的過程 是如何預預出來 這個從頭到尾都是MIT的自駕小巴呢 透過一段影片一起來回覆 現在是MIT的自駕小巴的特殊 但是要在文化中的 看看自駕小巴的自駕小巴的水 在末尾逆一斤 在我們中間跑進去 我們小巴海中的自駕小巴 機肉 都是的 反正的自駕小巴 那麼涉嫩多新董事長徐昭一正透露的聯盟另一間要做的 已達到自駕線跟小麻士最快明年第二季小禮 二季小禮 李宗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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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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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紅石、Egymine等都積極的來活潤自駕車的相關技術開發和服務運行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經過訪談 臺灣各地方政府五個縣市、九個區域 有意願來導致高彈性的自駕小型巴士服務模式 未來將以公共飲食接駁來率先運行 如捷運輕軌、捷運輕軌間的離紅接駁 以及公車專用道的夜間離紅接駁等等 還有偏向的接駁 這個部分可以說讓大家有感 臺灣既有發展自駕車的優勢 經濟部已提供相關的配套措施 首先就是談到所謂的建構友善法規環境 經濟部引領的無人載技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已經在7年的12月19號總統公布 藉由推動實驗條例暫時排斥相關法規的適用 應用地方政府的產業 來提供業者發展無人載技創新科技的實驗環境 從研發到產業化的過程中 必須經過實驗證才能瞭解問題的所在 在發展自駕關鍵技術方面來說的話 結合產學員的研發能量 以自駕車來運行情境為導向 然後最重要是建立自駕車的一個關鍵技術 譬如人工智慧、車聯網 來促進臺灣能夠提升成為全球自駕車技術的一員 發展、創新、運行服務模式方面來說的話 目前經濟部已經規劃在109年的 推動自駕車實證運行計畫 以服務驗證跟商業驗證的規劃為主軸 最重要就是以上路運行為目標 然後由業者來領進法人為輔 最重要就是來駕駛我們的自駕車產業的一個發展 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要來推動自駕車的一個起電隊 也就是今天記者會所提到的自駕小型巴士 能夠讓業者來決門以打起價的方式 來提升國際市場的一個競爭力 也利用這個機會來談到發展MIT自駕小巴的產業意義 這個產業的意義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去建構一個共通的M發平台 透過M發法人開發的自駕小巴 可作為業者共通的M發平台 讓業者有機會將所M發的自駕車的相關的模式 在載機上來進行驗證 來加示業者的M發的速度 最重要是增加產品的應用時機 第二個就是發展新的服務模式 當國內可以自駕掌握自駕小巴的自駕能力以後 貨系可以結合SI或者是運輸服務業 來進行創新的服務模式 如我們天鄉接駕服務 都會夜間離鴻接駕服務 來解決公共運輸司機人員不足的問題 談到小型巴士的公開命運的增險的一個結果 為了吸引各界注意駕駛車的發展 我們這一個小型巴士增駕的活動 在六月份去公開的來增駕 共計有259人來報名 547件好名來拓告 歷經了資格審查以及初審、副審、決審 票選出好名第一名是Winbus Winbus呢? Win和Bus的一個整合詞 Win就是贏 得勝的意思 發音以中文的穩 Win 中文的那個穩當的穩 的因人相近 而穩定也是自駕車最重要的一個要求 今天在經濟部以及車輛中心 及產協各界的催生下 有效的整合國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車輛產業的供應鏈 看到今天很多我們車輛產業上衝下游的 業界朋友都有來 我們看到了 我們的這一個 供給我們TESTA的這一個富田 我們張金翁、張董事長 還有我們NVIDIA 我們邱琳問、邱總經理都來 還有我們年輕人 你最近是不是到處有鬼 台商人 大家都很用心 我們觀眾 那可以看到這些產業鏈 都今天也記起在這裡 我們做到能具有國際水準的 自駕的小巴士 這是大家的啟喜 最後 我們在這裡 抑制 我們MIT 自駕小巴 發表順利 成功 贊助智慧 身體健康 萬事合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的允許跟分享 謝謝 其實部長剛剛講到 我們這個上中下都在場 然後他也認了好多熟悉的面孔 但事實上呢 其實今天加入我們也有服務單位的業者 那麼運輸當然就是其中沒有重要的意外 今天我們也請到交通部的自長 齊文中齊自長 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歡迎 請進 請進 呃 陳部長好 我們這個行政院的科技辦的當主任 還有我們車輛中心的廣州市長廖府經理 各位業界的貴賓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應邀 其實是代表車輛安全審命中心 來參加我們經濟部技術處輔導支持的 電動自駕小巴的發表會 那我了解這件事情其實 車輛中心已經鋪沉了很久 那也透過了跟這個 這個國內的自駕小巴 所有的產業的能量匯集 那利用 創新的駕車技術 來開發行這一款 最新型的MIT的資格小巴 我想這是為了自駕車輛能夠 邁向新的理想化出很重要的領域 這事實上 剛剛早上內政部也藉由 加工部也開了一個論壇 叫做這個 高精地圖 以智慧併輸的整合創新論壇 當中大家有很多討論說 自駕車輛其實國際上定位有 從L1到L5 那最近歐盟他們也認定說 就直接從L2要跳到L4 因為L2它是智慧駕駛 是駕駛的輔導系統 駕駛的責任還是在Trival 但是L4它就完全由智慧車輛 來Trival的所有的動作 早上也談到了說 有關L2的一個發展 可能在投入經費之後 它會相對來講 比較有一般社會大眾的需要 那L4可能會設起 它比較高精密科技的投入 跟高速的計算能力 所以它可能初步投入的經費比較多 在初期發展上 可能要分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L4 恐怕是要從公共因素的角度切入 那跟我們今天所提的 我們從智慧小花的角度來切入 是不謀而合 另外一個就是說 之下這個發展 事實上早上有提到 四個重要的元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 早上內政部講到 一個媒生部負責的 就是高精地圖要進行 第二個就是經濟部 技術研發 還有剛剛部長所講的 產業的鏈解 那第三個是我們家務部的 資本因素系統的創新跟整合 那也希望藉由資本因素系統的創新整合 能夠透過基礎設施 是說指導為資料 不斷的來依住我們的精密 高精密圖資 讓它變成是一個 動態的高精密圖資 那這樣跨部隊的整合 那才有辦法在我們行政運 科技辦的指導之下 讓它能夠發揮 整個我們對於電動車 自駕車發展的一個需要 那今天的主題就所提 在我們經濟部主導的 自駕車發展有關車量的感測 定位監控還有決策系統的這部分 那這幾年我們也看到了 不管是法國的Nubia 或者是說EasyMind等公司 他也自律在很多城市 在進行自駕車的一個實驗測試 那希望能夠讓自駕車 能夠儘快再度法規 扶民眾期待自駕車上路 那剛剛部長也有提到的 其實經濟部已經在 在今年就已經完成了 無人載去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那它是讓無人的車、船、還有航空器 它可以透過堅里沙爾實驗的方式 暫時可以排除現有、既有的一些法定縣市 那可以在實際的場域裡面來做實驗 那將來部也配合修正的道路規則的 附件21條 定出了一個叫做 自駕駛車輛 申請道路測試的作業規定 那讓所有各界可以依據這個規定 來申請自駕車輛 領用試車牌照 那在實際跟仿真的環境之下 去進行道路測試 那同時 江湖部也被持續來推動 所謂的自駕行運輸系統 去跟開放 那這輛安全審驗中 這輛安全審驗中 其實是受江湖部的委託 它就是進行所謂這些 相關實車測試的法令規定 那希望能夠提供一個 好的一個測試環境 跟測試融化規則 來供所有自駕車輛 能夠完成一定程序之後 它能夠上路 大家都知道我們開車 可能要先拿這個 實驗之道 或者要去訓它 那未來的試駕車也一樣 它要拿到試車牌 到核可核定的試車場域 完成試車程序之後 才能夠拿到它的車牌 不管它是LV2 或者是LV4 那當然LV4 我們要給它 一個certificate 那LV2的部分 我們就會透過未來 我們要對外去揭示的資訊裡面 就是我們叫做PMCAP的方式 來讓廣道消費者 我們都知道 那台灣其實 這個 擁有相關 包括汽車 電子 軟體整合 感測控制 等相關的科技 那藉由技術整合 產業結合 跟凍子法規 等一個完備 是5G能在推動 我們國內自駕 這個產業發展 另外一個其實 NCC 可能預估在今年 也會釋出5G 所以5G的建設投入 為未來自駕車的發展 更是注入另外一個新的投入 所以事實上 在自駕車的發展上面 我們跟歐美新規國家 其實距離不遠 雖然我們其中的方法 那 但是我們的成果 已經逐漸的有機會 來追進歐美的發展 那台灣也有 兩部地區特殊的一個 車流環境 對於自駕車技術的一個突破 安全測試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甚至未來 這個包裝起來的技術 是有機會 可以 向外去擴展 去布局 那我們也就我們的了解 現在 有關自駕這個發展 其實不是年輕時代 但發展 那我們在座就很多 都是年輕時代的一個 資訊科技的一個人才 那我們也期望未來 在車輛安全審議中心 和車輛中心的合作之下 能夠協助交通部 經濟部 甚至是內政部 能夠在自駕車的這條路上面 跟大家共同努力 對台灣自駕車的這個 未來 能夠打下良好的一個基層 那也一出新間的這個 這個包表會 也滿順利 相關的業者 能夠在這個履歷史上 大家都能夠 拿到該有的力度 而且讓我們這個產業 能夠逐漸做到 而且外銷到國際 謝謝大家 祝大家 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您 其實那一題比較上軟實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做 去整體輸出 那麼呢 其實在這個部分 過去大家都在想說 我們打造一個 MIT的自駕小巴 要多久呢 其實過去大家都說 要生一個小孩 可能要10個月 但是呢 MIT的自駕小巴 時間遠遠超過了10個月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甘苦談 我們要請到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車輛中心的董事長 黃龍舟 黃董事長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歡迎黃董 部長 組長 羅組長 還有各位 產業的貴賓好夥伴 媒體記者小姐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想 今天很高興代表車輛中心 來發表這樣的 V bus 台灣全新設計的自駕小巴 首先還是得感謝經濟部長期 在自駕科技方案上的支持 當然 在過程中 車輛中心跟產業夥伴們 可以說是融入已共 一起奮鬥 最後 不免的 我也要感謝一下 中心自駕小巴的團隊 將這樣子困難的技術實現 因為 因為 我當初 給他們 只有一年 多一點點的時間 不過 他們完成了 我非常感動 也非常的 敬佩 各位產業的 先進的 一起努力成果 剛才我們 省部長跟 旗市長 已經把 自駕車發展的 種種面向 說得非常清楚 那麼 我也想用 四個重要來跟大家 分享 第一個 我覺得 產業的需支 非常重要 自駕車 可以說是 車輛發展 將來的 一個主軸 自動 自駕 電動 聯網 跟 他的產業的 商業模式 絕一不可 所以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將要實現的 就是吃的東西 實際上 在2010年的時候 車輛中心開發的系統 叫做VEDAS 最主要是 只會警告警告 警告完以後 還是你自己要來 所以車套偏離也好 忙點警示也好 或是乘停車的指引 就在這個階段裡面完成而已 但是2015年的時候 整個產業趨勢 不許我們要往 自動決策的控制去走 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感設器要融合在一起 就是各位產業界的產品 第二個 我們要開發非常好的演算法 能夠去辨識人車路各種狀況 那麼這裡面就會牽涉到很多 像NVIDIA的東西 或者是AI人工智慧 當然最重要 這些東西都需要把它晶片化 所以在行政業科技會報的會議裡面呢 也結束了AI應用裡面 那麼這種自駕系統就是裡面重要的一款 那麼因為這樣子 第二的重要就出現了 就是產業界非常重要 在過去的議程裡面 車站中心 從 像這個油圓的EGO 就是高爾夫的自駕車 然後我們也買了國內的車子 來把它改裝成自駕的小汽車 這個小汽車我們小英總統也做過 我們也改了巴士 但是今天我們這個WinBus 就是幾大層 它是Level4的能力 其實它不是一天造成的 它是有10年磨一件的功夫 硬功夫鑄成的 WinBus從重新的造型設計 剛才大家影片都看到 從捏連土1比1 測試驗證 到施設廠到實驗室去做試驗 我們完全比照車樣產業開發的流程 不會因為說我們ARTC是研發法人 這只是說說 我們希望它是真正的 經過各種驗證 所以第三個重要 就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很重要 剛才兩位部長跟次長都有講到 對不對 所以自駕車的運行條例 今年已經發布了 那麼我們這一部車子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去證明到 第一根運行的案子 當然過去技術處 對車廠中心的支持 我們在10年內 我們申請了今天有600件的專利 發明是百分之九十幾號 然後我們有4項的技術項目 跟50幾個跟產業界的合作移轉 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Vbus好像感覺上 是一年多一點點生出來 其實全世界沒有這種事情 一年多一點點要生一個Vbus 這不可能 我們特別要鼓勵 特別要感謝產業界 這麼多年來 我想沒有10年也有7年 是持續的不斷的努力 才有精緻的結果 所以第四個發現 它的技術季節 等一下我會請車廠中心的廖總經理 跟大家做介紹 那麼第四個重要就是 那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其實剛才大家提到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掌握販鏈技術 這一部車的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都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不是買了一部車子來 結果說要改什麼東西 人家都說money 我們不能這樣 第二個 圓花一定要產業化 要不然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40家廠商 在自家這裡面 我們有18家廠商 跟我們一起向前進 我們甚至希望有產生 新創工資的可能性 所以產業化 那麼第三個 沙爾運行的結果 我們會配合雲運商 我們可能找一個工業區 我們在遊戲的景點 參觀的觀光工廠 或是重要的設施點 我們在那邊做結果的運輸活動 我們產生數據 我們為未來的智慧交通系統 做一個鋪路 我們也為將來這些產品系統 能夠輸出到國外做準備 我希望大家都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向前走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主義 產業系統 謝謝 謝謝 歡迎分享給大家的獎勵 其實剛剛聽了 部長次長以及黃董的分享 相信大家能對Winbus更深層的了解 那麼關於它的定位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我們後面看到 這個系統模組配置圖 有很多的上中下油廠商 還包括我們的服務廠商都在現場 想要更加的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車輛中心的總經理 廖慶秋 廖總經理 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Winbus的內涵 以及未來推展的方向 我們歡迎廖總 謝謝 各位長官還有大家好 那剛剛定老部長 市長還有我們總部長 那些以致死都裡面 其實都已經把這個輪廓裡面 講的 有一些引導出來 然後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這部車子的誕生 還有它裡面的特色 未來的願景 再把它拖了一遍 這部車子 我們從國外的經驗裡面 部長已經看了 講到就是說 運行裡面最主要的 要讓人民有感 要讓大家有感 其實都是要大眾市場 這個小巴在國際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一個產品 一個示範的一個亮點 這是國外的經驗 而且蠻學習的事情 第二個 我們考慮到的是 剛剛的總長提到說 用改裝資料來看 沒有實技術 如果帶出這個 這麼低的產業 對產業的出益是有效 有限的 第四個 沙盒 已經在休想 需要有一個載具 來做這樣的一個 國內的適應器 最後一點是 我們政府裡面 很多各都的 很多在地化需求 我們瞭解到 各形式的場域 跟傾益 都要去運作 所以在地化 客製化 我們怎麼能夠 很快的 很精準的 能夠把它做好 所以希望 有一個很好的 自主技術跟自主平台 這就是我們 那時候在思考 小巴怎麼讓它去做出來的 一個 的 的原因 那剛剛我們董事長 也看到了 我們長期做到 經濟部技術處 科技專案的支持之下 其實 我們中心裡面 有兩個走向在發展 一個是 從關鍵計畫 科技專案的關鍵計畫 裡面去發展 產品化 也就是 等一波二以下的 這個產品化 現在目前可以立即看到了 剛剛 企事長裡面也看到了 創新技術裡面 我們在免得或水產品技術裡面 我們就是用 科技專案裡面的 創新技術計畫裡面 來做支持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布局之下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其實 我們已經有EVOLF的平台 還有DU6的改裝 這個經典度 蔡總統也做到了 我們陸陸續續的 已經在各地方去做試乘 搭載 那好不動力 我們也受到 經濟部技術的支持之下 在2018年5月裡面 給我們一筆經費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怎麼講的是 十年模擬器的時候 日子到了 那給我們很挑戰的日程 因為 我們要挑戰的是 今年Q4 沙俄一行的一個日子 所以這部車子 我們就這樣的 畢死發生 在經濟部技術之下 我們從5到0 從0到100%去做這個 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不過 以我們的經驗 以我們的技術 我們相信 可達到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今天也邀請了 將近20家的 我們技術合作的夥伴 我們的供應商 一起幫我們去做 產缺炎 打造這部車子 這是車子的外觀 相信這個外觀 是大家能夠很亮眼的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了 這是另外一面 剛剛是一個 上面的部分 這是另外一個面 那這部車子 是一個 裡面的話 的特色是 它沒有方向 它沒有動力輸出的 它沒有殺的 它全部都是線控化的 一個設計 所以它是節省空間的 它是一個遊艇 的一個做商的設計 非常寬敞 這部車子的特色 我們現在已經達到V44 那大家都會看 這部車子 跟國際上的一些 Easy Mile 跟Navia 這樣的比較怎麼樣 我們這部車子的車速 比長 跟爬後能力 變優於它的 但是 我們要了解說 這部車子最主要用途 是要做 四位 運輸結果 所以我們那時候 在這部載具裡面 我們就給它 呼籲它 很好的一個精神 我們要完成它 IPS的一個公共接 接果因素的科技的載具 所以我們這裡面呢 我們特別搭載了這些 車內後台 人 乘客 車子 後台 這樣三者運用的 溝通的工具 以便能夠很靈活 很有彈性的 器械作結 那 它的功能呢 從這裡面 各位都會看到 光達 雷達 攝影機 就是在做 做過招環境辨識的能力 剛剛董事長已經報導說 從 交通耗製 車道線 還有速度的限制 還有人 還有這個機車 自行車 類型人 行人這些的物體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做辨識 另外 值得 跟各位報告的是 它裡面的圖字 定位系統裡面 它用了一些 需要式的 的作為 一個是用 RTK GPS 一個是用 NIDA的 部分 做協同式的一個定位 以便在 呃 這個定位的圖字的定位 舉個例子 今天在經濟部這個場域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應用場域 所以 它沒有用到 RTKGPS 它只是應用 NIDA實驗的技術 就可以做得到 類似這樣的一個行為 在這個技術裡面 我們也發展的 零理精致 另外 它的通訊系統 我們給它的 DXRC 的短距的通訊系統 另外呢 我們在聯網的 TBUS 所謂的HELS裡面 也有4G Wi-Fi這樣的一個 通訊系統 所以它目前適合 國內的一些 這個 這個 InverseWise裡面 所需要的一個通訊系統 都區別的 所以 整個來講 它是一個很 科技化 很智慧化的一個場域 那 我們這部車子裡面 剛剛也發了過 這是屬於車輛系統的部分 雙向的行駛系統 靈活化的智慧系統 另外它 為了要考慮到 靈活的調路器件 連智慧的貨車頂裡面的 行車人數 車輛的滿載資訊 它都回頭過 剛剛所講的 4G或將來的5G 都傳到貨台去 另外 後台的一個車輛派送 遠端的監控 甚至裡面還裝了一個 車內乘客辨識系統 能夠把它做一個 遠端 給後端的廠商 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個兼具 都會化裡面的 離風 呃 便箱接口高載金的車子 那我們應用的場域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試用觀光接口 譬如說 我們上面觀光工廠之間的 的電池 另外呢 在高雄如果是 像捷運跟輕軌之間的 新光圓道的之間的 無軌的自駕的結果 另外 邊廂接口的車子 可以用APP 預約定位道路接手 這樣的一個 應用的行程都會做到 那 談到這部車子 怎麼讓它實現很多地方 我們剛剛也報告說 這部車子是一個 智慧上的載具 我們希望有一個 自駕的 產業聯盟 但是這個自駕產業聯盟 不限於在車子 我們就希望能夠 從人車路 這樣的一個 ITS整體的解決方案裡面 一體到外 都能夠把它 露出 耕耘在這個產業聯盟裡面 都把它做得到 所以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面 要邁向百分之 design MIT 的一個 產業化的一個自駕車 那 今天 我們也邀請了 在座的廠商 跟我們參與這樣的一個發表 其中這樣東西裡面 扮演是一個 整個系統 研發的一個 整合系統的 角色 還有後續 驗證的一個角色 那 從這個團隊裡面 各位就會看到 營運管理的部分 由中華 電信 洪基這樣的一個 group 裡面 還有 這樣的一個group 裡面 擔任 它的 市場 需要的一個角色 來定義 這部車子 來定義這個 貨需的營業 那由 車廠打造的 業者裡面 新溫 還有全部的測試出來 另外 SI的部分 EV整合 現空化整合 還有 Headus 系統整合的部分 來講 有系統 SI廠商 那這個 SI廠商裡面 所定義的模組 由下面這幾十家裡面的 模組才能做公開 所以 當然我聽各位報告的 乘客 車子 還有後台營運 這部分裡面 這部分來講 都是一提到位的 一個名字 相信這樣的一個團隊裡面 可以做到 就是說 讓我們的營運服務的倉機 能夠跟國外的PK 和論 走出去 國際化 這樣的營運模式 這樣系統的公用廠商 我們這樣系統 平台 各的一直經營起來 能夠讓我們的次系統廠商 能夠外銷到國際 那我們怎麼去做 我們是希望在我們在地裡面 做一些手畫 所以 我們 我 已經帶我們團隊 去跟 參觀新聞網信長報告過 他很喜歡我們這個IP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是 路搞表現裡面 傳統的 三輪車的展具 傳統的展具 這是我們自駕車的 創新科技 展具 當這兩個展具 聯合在一起的時候 能夠創造出一種 不一樣的體驗式的 這個經濟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是勾勒成 從 鹿港天貨工的整個廠裡面 能夠載到裡面 這個觀光工廠裡面 是做試運行 我們在QO裡面 準備把這個計畫書裡面 做 殺的運行 讓這部車體裡面 在我們 張兵工業區 跟天貨工接骨的部分裡面 做一個 首發的一個 實驗運行 那未來的驗景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對於這個 這樣的載具 我們給他一個 三個 任務的運行 一個是 我們要在這裡面 破壞出一個 在所發的這個場域裡面 Copy Copy 到各個縣市裡面 另外呢 因為有這樣的 場域的應用裡面的 我們能夠在這樣應用裡面 的 擴散到國際化 然後 在次系統的領域的廠商 能夠把他系統裡面 搭載 經驗他的次系統 能夠外向那個場域 這就是大概 我為這部自駕廠車 他這個聯盟團隊裡面 破壞出來的 未來的三個方向的一個願景 那 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要請大家的分享 其實呢 講那個自駕車 剛剛講這麼多運行 還有未來的計畫 大家也會很好奇 很明明 因為剛剛其實部長 有特別提到 這一次呢 命名的得獎者 是從500多件作品當中脫穎而輸的 是相當的不容易 今天他們也來到了現場 尤其我們看到這個Win Bus 剛剛其實部長 有提到這個Win 就是Win Da Da 坐得很穩嘛 對不對 那麼Win也是這個英文的諧音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用魂 然後呢 又能夠贏 所以是婚養 我們的產業 加入我們的這個Win Bus 就是婚養 真的是謝謝部長的金口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部長上台 來幫我們頒獎 好 我們有請到我們前三名的得獎者 好 我們第三名的得獎者是 楊曉薇 恭喜 他會獲得5000元的獎金 來遊戲部長 來遊戲部長 好 很難得喔 我們部長來一起合照 看一下中間的提醒朋友 好 平面搭都先搭齁 好 拍到左邊 左邊 左邊也有 左邊的攝影機 左邊 左邊 好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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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張 右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小微 來我們先把旁邊休息一下 第二名 我們恭喜黃玉順 恭喜 來 我們第二名的得獎者是 一萬元的獎金 有請我們的部長來頒獎 好 來 大家喜歡的問題 請掌聲 好的 左邊給看一下 左邊看一下 左邊 好 謝謝 謝謝 好 來幫你休息一下 再來 我們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WinBus 命名得獎者 林美珍 恭喜 第一名有兩萬元的獎金 而且呢 他的命名正確成為我們台灣 第一台自駕小巴 SAE Level 4的正式名稱 好的 好 我們給他熱情的掌聲 好 我們給他熱情的掌聲 就好嗎 五一棒指到全台有透透了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我們的WinBus 好的 好 欸 左邊 左邊有個需要 來 我們再請部長跟 我們第一名得獎者 看一下左邊的攝影機 對 再一下下 好的 好 我們接下來請二千名的得獎者 一起跟部長 交一個合影好嗎 因為真的很難得 而且我們眾多民眾 都非常熱情的掌聲 向經濟部的證明活動 這個IRTC的這個證明活動 然後事實上呢 在部長的帶領之下 好 我們今天有 前三名的決選出湖 好 來 我們的這個牌子呢 上面要稍稍的往下壓一點 對 好 來看一下中間的美女朋友 中間 中間 好 稍微一下下喔 好 來 左邊 左邊 來看一下左邊的美女朋友 好 謝謝 好 右邊還有一台攝影機 我們看一下右邊 還有親友 其實 好 右邊我們的親友 好 謝謝 帶這兩樣熱情的掌聲好嗎 謝謝 恭喜參加愛德兩者 也謝謝部長 請部長先請流步喔 接下來 部長我們要跟我們的 這個長官 還有我們的傳統 五律夥伴一起來合照 我們有請 請結幕 我們去找來我們今天熱烈的掌聲 五律棒 第一次 在大家面前 首次的亮相 我們題目上面呢 寫著來自 ARGC 車輛中心 非常的可愛 好 我們請我們工作人員 遞上我們今天的手牌 好 今天呢 大家好